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再进一步的来优化一下我们的装饰器 确实我们现在用的这样的一个单信号 ax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的形式 确实可以解决我们这样的一个不同函数 拥有不同长度的参数列表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来再考虑一个f3的情况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函数给改成f3 好 那么假如说我们f3 它在原来的两个参数的基础上面 再加入一个新的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我们之前所学过的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参数 好 为了支持这样的一个f3的关键字参数的形式 大家觉得这个wapper这里需不需要再一次修改 好 那么我们这里这样 我们先不考虑f3上面的这样一个装饰器 我们单纯的就只运行一下f3看一下 顺便帮助大家回顾一下这样一个关键字参数的一个用法 觉得很久大家可能都已经忘了 好 我现在把装饰器注视掉 现在f3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然后我的内部把我们的接收到的kw也加上来 让它打印出来 好 下面是我调用f3的一个方式 text fung1对应这个第一个参数 text fung2对应第二个参数 好 然后后面a等于1b等于2c等于3c等于1 2 3等等 这一大串的这样的一个带关键字的参数 我们可以任意指定它的数量 然后它将对应我们f3这个参数列表的双信号kw 好 然后在我们再不加装饰器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成功的运行 大家看一下结果 没有问题 它可以把我们的kw作为一个字典给大家打印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kw的这样的一个双信号kw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想再加上装饰器了之后 依然保持这样的一个打印结果 并且同时会增加装饰器的功能 就是打印这个时间 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f3还可以吗 好 我们动手尝试一下 再一次运行 不可以 这里是会报错的 换一句话说 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一个单信号ax是不能够兼容我们f3这样的一种情况的 它不能兼容f3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参数 好 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 我们在wapr这里再补上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参数 好 双信号kw 好 那么这里我要说明kw大家可以任意的匿名 因为它只是一个行参 可以指定大家任意想叫的名字 但是通常情况下来说和ax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是在一个这种通用的 没有具体业务逻辑 没有具体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函数里面 写通用的关键字参数的话 建议是使用kw这样的一个名字 好 那么kw这里我说一下 我猜的 这个我也没有查到资料 kw应该代表的就是keyword 我猜应该是代表keyword的关键字 很能体现它的意义 所以说用这样的kw作为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个标识的话 非常利于我们记忆 好 那么加入了kw之后 同样我们需要再调用 装饰器传入的函数的时候 一样要把这个参数给放进来 对不对 好 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再来调用一下 F3看一下 我们顺便的把这个F1和F2 也把它给放出来 我们完整的看一下 现在的我们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单信号 X和双信号 kw可不可以兼容我们F1 F2和F3 三种不同的函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 我们走起 C9.py OK 没有报错 我们先调用的是F3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F3是正确的运行 并且前面大家看到 这是F3打印的时间 然后这是F1打印的时间 下面是F2打印的时间 好 我们现在非常完美的 实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并且我们的装饰器非常的强大 可以适应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阐述列表 好 换一句话说 现在我们decreate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和写法 才是我们比较完整的装饰器的一个形态 请大家把它给记住 好 所以说很多的这样一些课程和教程里面 直接把decreate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形式 给大家扔出来的话 其实大家是很难去看明白的 如果你直接面对这样的一个装饰器的 比较完整的形式的话 你不仅需要关注 为什么这里有千套函数的定义 千套函数有什么用 你还得去关注这样的一个at符号 然后你不仅要关注这样一个at符号的语法 你还要去关注这个参数列表里面 为什么是单信号AX和双信号KW 装饰器这个东西 我相信很多同学们也曾经都接触过了 但是如果你理解的不是很深刻的话 你听完课了之后马上就会忘 好 所以说我特意花了很多的时间 来设计装饰器的讲法 大概应该是花了五节课 才逐步的一步一步的用眼镜式的方法 把完整的装饰器的一个形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其他的一些教程里面 可能我觉得可能就一节课就给装饰器带过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把它拆开讲的话 大家会听得更加明白 因为装饰器确实是太好用了 用的地方也非常多 所以说我们就多花了点时间来讲解 好 那么在课程之后 再附赠给大家一个小的技巧知识点 好 这个技巧其实大家应该已经是用到过了 只不过我们没有特别的强调 好 那么这个小技巧就是关于 然后我们把注意力放到第六行这里 funk然后单信号ax双信号kw的这样一种调用形式 好 那么在python里面 如果我们使用了这样的一种调用形式的话 那么不管我们函数的定义是什么样的 不管它是有一个参数 还是有两个参数 还是有三个参数 甚至是它还有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参数 我们都是可以用这样一个单信号ax双信号kw的方式来调用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技巧 当你想去调用一个函数 你又不知道这个函数是怎么第一的时候 那你可以试试这样的一种形式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单信号ax双信号kw的调用方式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如果我们是在写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业务函数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这么抽象的调用方式 而只会是像我们调用F1 F2这样的明确的传参 我也建议大家明确的传参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写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函数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参数应该传什么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可以尝试这样的一种调用方式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